罗东北城社区的长辈不断用石头敲击桌上的花草 努力把花草的枝叶染在牌布上 而这些植物除了一般的花草外 还特别取用了绿色杀手小花曼哲兰 这是罗东北城社区环境调查及培力改造计划 让居民从清除小花曼哲兰 维护北城寸的自然生态开始 到社区邀请专业讲师 让长辈们利用小花曼哲兰来染布 希望推广防治观念 北城寸户兰 113年的环境教育的这个计划里面 我们是规划了为北城社区这边清除小花曼哲兰 让大家觉得是有害的绿癌的小花曼哲兰 可以透过老师的指导 我们将它从植物染做成大家非常喜爱的染布 然后再来呢 第二个进阶的课程 我们又让它制作成叶拓 藉由这样子的环境教育的这一个课程 让长者认识到 进行曼哲兰 进行菜粿 这个叶子是有害的植物 然后又可以每个人带回去美美的围巾 又可以做头巾 大家都觉得很兴奋 社区邀请了宜兰染工方协会 林立芬来担任讲师 不仅指导长辈植物染布 也让他们认识小花曼泽兰 对生态的危害 而社区居民也透过了 动手敲击植物的过程 来疗愈身心 小花曼泽兰因为它是一种 藤蔓类的植物 然后它是非常容易生长的 它只要落地就会生根 然后甚至于它只要有攀爬 就会不断的延伸 所以我们在摘取小花曼泽兰的时候 就要特别的注意 就是说从根部把植株 就直接把它剪掉 整个让它脱离我们地下生长的环境 它就比较容易断绝 他如果老师来教 我们都要出来摸多少人家 我怕想要冲一张植物 那时候才是灸的 烤灰 烤青 烤紅 烤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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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 看得很轻松 真漂亮 在敲打的时候 不是一直在骂 是一直在感恩 感恩我们里长 我們這個社區有辦這個活動 讓我們這些老人家可以來參加這個活動 可以紓壓 又存著感恩老師來教導我們 像我剛才這就笑得不就對了 這如果家裡有來說都要緊張 連金都要拔掉就可以了 沒有這個人的笑話都死了了 你給他很漂亮 你這如果接著來講 你還要用什麼學話來說 你下去來說 接著整齊的理 看你要什麼圖案你自己去使用就好了 我現在的活動政府 大家這些老伙子來說 可能來這裡有來講 這不是老人家處理的 就比到我們頭腦運用很富有的 羅東鎮北城社區期待 透過環境調查賠力改造計畫 讓居民在專業講師的指導下 成為除漫兼兵 還懂得利用在地植物來染布 不僅落實環保再利用 也為生態環境盡一份心力 宜蘭新聞記者劉耀珍 採訪報道 好 好 是